字幕提供 唐文龍接受騰訊大月網香港專訪時 他形容在唐森風布衣做戰爛眼的 可算是遲來的春天 為他回歸香港魚圈 打了一支強心針 說得老套一點 遲來的春天 有點覺得 我想我最近做的訪問 訪談 每天見報的比率 我想是我在香港出道以來最多的 其實我沒想過會是這樣的 做這個角色始終是一個挑戰 做這類型的角色也是一個 挺有風險的行為 挺好笑的就是我演戲裡面 是一個風險評估師 但是 有些事情怎樣計算 天網恢恢疏而不留都計算不到 所以 很開心 回想在2005年 選擇和合作多年的無線 結束殯主關係 再偽然離開香港不想 唐文龍大包當年離開的主要原因 是因為慘被公司投降致散 在我離開無線 之前那兩年左右 公司相對把我的擺位 擺得令我很沒有安全感 都是客串的形式 或者單元的形式 令我內心有恐懼感和無奈 身為一個挺有鬥心的人 我覺得可能是時候 我要出去闖一下 向另一個領域去學習 在內地發展11年 他說直言早期發展不算如意 因為在當地人民不多 又不懂得交際 曾經試過9個月 只是吃麵包麥皮 收入不穩定 幸好近年生活終於有些好轉 面對這些艱難日子 出身小巷之家的他 從來沒有想過 探大手掌問父母拿錢 第二就是我一個男子 男人 我是一個很挖強的人 所有認識我的朋友都知道 所以 我不會 我不會 我不可以 攤開手問父母拿錢 除非我死 死我也未必可以攤手 中間這十年裡 有些期間 有些艱難的時候 都要想過的 但是始終 我是一個比較挖強的人 我上京考試的話 我希望是高中了 我才回香港 我不用用個字眼 死也不回 但是我應該是 自己有 闖過了關 斬了六仗之後 有了一些成績 我才會考慮